警告警告 您的暑假余额已不足两天 还未完成作业的小伙伴们有福了 接下来就是国创区的大佬们 亲自展示如何在这生死时刻完成最后绝杀 说实话 其实这个时候放这个视频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 毕竟这会儿还有心思看这视频的 作业肯定都写完了 我就不信还有人会说 我就没写完 然而林被丝毫不慌 戏精型选手代表人物 快把我哥带走十分开心 亲爱的 我和路人掉水里你先救谁啊 滚滚滚你谁啊 这是一场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套路之战 首先老师必经的路上必须要有江河湖海 其次要有专业人员洋装溺水 接下来呢便是一场 英勇少年永久溺水者 同时暑假作业的喜马啦 当然前提是千万不要有一个猪一样的队友 复刻难度 五颗星 为了您的后半生 请直接放弃这个想法 很不感动 我把你们的书包捞回来了 女神型选手 代表人物 查二中 刘若林 谁说只有学渣才会抄作业 这学霸要是挤起来可是连学渣的作业都会抄的 谢谢生物就业了快快快赶紧给我抄着 哎呦没想到我也有今天啊 然而吧遇到这种高度雷同的情况 老师往往会站在学霸这边的 接下来可能就是一场英雄就美的好戏啦 我去跟老师坦白 是我抄的你 别的 这几位多带劲 好吧 也是这个时候 你才真正明白 所谓的好学生和坏学生 从来不该以成绩来决定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或许 老师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瞎呢 复刻难度 四星 九年义务教育 欠我一个王强 这小子是条汉 像我 杨宠行选手 代表人物 非人灾 龙女 老师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的暑假作业被兔子吃了 这是一个适合一切家里 有宠物的少年的常用手段 不需要任何技巧 让你家的毛孩在这一天 放开天性吧 友情提醒 本方法若使用哈士奇 能最大程度地提升可信度 复刻难度 两星 如果 你想飞着过我呗 好吃你就多吃点 还有很多呢 说真的 能看到这儿的 要么是真的写完了 要么就是真的有事了 消息给我呢 也在这八月份的尾巴 祝大家新学期 成绩越来越好 作业越来越少 别忘了文靠 你说啥 长按点赞的小伙伴 今年还能收获意外之财 这怎么可 我赶快先偷偷试一下 大家白了个白 咱们再次 试图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喜欢的 请不吝点赞的小伙伴 请不吝点赞的小伙伴 请不吝点赞的小伙伴